我哪怕开心来的梦,只会看起我才尊更,随身尊体不孤独。 热情,爱莫森的话是对的,可是还不够。 因为不仅大事业,的成就要有热情,而且凡是值得做的事,都要有热情才能完成。 热情是一句美妙的字词,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,是一种魔术的火花,点生存为生活,它使艰难的工作容易,快乐。 消沉时,它是最好的鼓励,犯了过错时,没有比热情更好的良药。 热情与本身工作的人,生活中一无所惧,对工作没有任何压迫,他把乏味的工作,变成乐趣无穷的游戏。 它使似乎无意义的事,变成,生动,有意义,它使工作变成轻松,人生变为有意义。 全世界的机会,到处多的是,正在等待那些热爱自己工作的人去把握,因为,热情创造了新机会,与新环境。 然热情与工作的人到处都是工作,到处都是机会。 就我记忆所及,每一次不论我在做什么,那,对我就是全世界上最重要而更有意义的工作。 今天,我对明天的工作与期望,满怀兴奋,渴望和热情的程度,就像我天天在重演同样的经验。 热情,它也会感染别人,使周遭的人,也充满热情及奋斗精神。 热情,它像星星之火,可点燃周遭的事物与人,使他们也受感染,同尽于无穷的希望与快乐。 之中,热情,可说是成功的最大秘诀。 上师热情的人,正如行尸走肉,图具空壳,不引人兴趣。 一个公司若上师热情,则一切形式化,公式化,交化最后的结果是,倒退,恶化,失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